究極獎勵解鎖和家歡樂的活動來了 就在7月17號的早上10點到7月22號的晚上8點 首次登場寶可夢呢 有一對鼠 以及你可以進化成一家鼠 只要50顆的鼠糖果 而且在活動開始之後呢 只要你在小隊合作模式 就有機會捕捉到一對鼠 在這次的活動的獎勵加碼內容 有捕捉寶可夢的XP可是到了4倍 捕捉寶可夢的糖果也會加倍 打開有情領悟交換寶可夢 或者是在團體戰道館以及訓練家對戰中 一起對戰所對戰提升的友營的等級 也會比平常還要快 我們可以在地圖預見以下的寶可夢 有六類阿羅拉六尾地鼠阿羅拉地鼠喵喵 以及阿羅拉喵喵還有加熱的喵喵 有蛋蛋有烏波帕迪亞的烏波蛇文雄 加熱的蛇文雄三蜜蜂以及龜角角 還有機會遇見阿羅拉的椰蛋樹三合一磁怪 以及齒輪蛾 目前只有三合一磁怪是不會在野外遇見色違的 另外在田野熱物調查中我們可以遇見呆呆獸 加熱的呆呆獸 霹靂電球 洗翠霹靂電球 瓦斯彈 三蜜蜂 火紅不倒翁 加熱火紅不倒翁 迷你兵 單手龍 還有一對鼠 目前呢一對鼠還沒有開放色違哦 在一星團體戰的部分 可是有洗翠地區的卡蒂狗 阿羅拉的臭泥 以及未知圖騰B 還有T 都有機會在一星團體戰擊敗後遇見色違 在三星團體戰呢 可是有洗翠地區的火爆獸 洗翠地區的大劍鬼 洗翠地區的居射樹霄 運氣好的話還有機會遇見色違的哦 在當周的活動 五星團體戰可是有 極動鳥 超級團體戰有 超級巨爪怪 而所有人都會有免費的限時調查 活動主題限時調查呢 將會在活動期間登場 完成調查課題呢 我們就可以獲得XP 猩猩殺字 以及一對數和活動主題 寶可夢相遇的機會 全新的換裝道具呢 就如你圖上所示 會有一對數的帽T 還有一對數的拖鞋 在活動結束之後呢 也會繼續販售哦 另一個新活動叫做 這個150的入場券之外 還會額外獲得兩顆幸運蛋 這個獎勵呢 就是每天首次旋轉補給站 會獲得5倍的XP 限時調查獎勵的寶可夢 限時調查的獎勵道具 但是這一次的入場券 是不可以使用寶可幣進行購買的 雙帳號自動抓寶神器 Domone 3 Polo 專業版搭配矽膠帶 與新型無線充電盤 Type-C與無線雙充電充電模式 20公尺藍牙連接範圍 自動捕捉 自動旋轉補給站 輕鬆獲得新陳XP糖果 手機下載最新的Megacom App 最自由的語音 震動 燈光通知設置 支援軟體線上更新 與問題支援服務 又到了新一週的寶可夢活動 到底這禮拜的寶可夢活動是什麼呢 首先是7月16號的 龜角角聚焦時刻 傳送兩倍糖果的獎勵 如果你夠幸運的話 就有機會捕捉到色違的龜角角 那另外呢 最近緊急通知的超級烈空座補償活動 將於8月3號的下午1點 以及6點將舉辦 至於是不是精英團體戰又或者是怎樣舉辦呢 要等官方近期公布哦 那還有這禮拜的五星團體戰是 極動鳥 從7月的15號到7月23號 而且每個禮拜三 也就是五星團體戰同目的 團體戰時刻 所以極動鳥在7月17號的晚上6點到7點 一小時會有團體戰時刻出現哦 IV11743天系加成2179 建議小招兵襲已經特殊招式三炫擊 那超級巨走怪已經從7月8號開始進行囉 也即將在7月23號做切換 那這段期間呢 大家可以把握參加超級巨走怪的超級團體戰 IV11699天系加成2124 建議的招式有小招地面射擊 以及特殊招式加農水炮 還有大家期待了 在GOFACE我們解鎖有三項獎勵 其中第一個獎勵就是齊聚一堂 登場的就是新登場寶可夢一對數 只要50個糖果就有機會進化成一家鼠 而且有機率進化成有四隻的一家鼠 那活動獎勵呢 有捕捉糖果兩倍 捕捕捉的XP四倍 夥伴友情也會快速的提升 那這禮拜呢 應該說這個月 每個假日都是暗影炎帝的蹤跡 所以還沒有抓到好的IV100的暗影炎帝 IV100 1984天氣加成2480的100炎帝 暗影炎帝等著你 以及大家期待的7月21號下午2點到5點的 麻麻小魚社群日 到底究極解鎖的獎勵活動有什麼呢 首先就是我們剛才提到7月17號到7月22號的 齊聚一堂 一對鼠是新登場的寶可夢有機會進化成一家鼠 也有機會進化成四隻的一家鼠的機率 這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7月25號到7月30號的鋼鐵的力量 當然你就看到了新登場的托哥德馬爾的色違 就會出現在這期間的活動 那活動內容是什麼呢 也請大家敬請期待 還有什麼超級路卡利歐的團戰日 送你五張券 色違機率會提高的團體戰日 超級路卡利歐要準備登場了耶 作為寶可夢人氣主角之一的路卡利歐 即將登場的超級路卡利歐團體戰日 是不是如大家預期的送大家五張券 每天 應該當天的遠距券會不會提升到20場 以及色違機率提高呢 我相信乃亭可不會讓我們失望了 時間就在7月27號的早上11點 到下午的5點會登場 到底登場的模式是一個小時登場一次 半個小時登場一次呢 詳細的活動內容 還等著難題的Pokemon GO跟我們說明哦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在7月最後的活動 超級路卡利歐團體戰日 這個月7月21號的下午2點到5點 就是媽媽小魚的社群日啦 而且啊在5點到10點之間呢 還會有媽媽曼的四星團體戰 將你的媽媽小魚進化成媽媽曼 最後再進化成媽媽曼魚王 可以學習到社群日 特一般招式 伏特替換哦 記得要在10點前進化 媽媽曼魚王才可以席得哦 所以我們的7月21號社群日 媽媽小魚等著你 在媽媽小魚社群日裡面呢 記得要進化 Mega進化 電屬性的寶可夢 電跟水屬性寶可夢 有原始蓋歐卡 還有超級電龍 超級雷電獸 都可以在捕捉寶可夢呢 增加你的XP 糖果以及神奇糖果 在當天的田野調查 如果你遇見IV100的媽媽小魚 是CP347 也如阿姨剛才所說的 下午5點到10點 也會有四星團體戰 只能現場參加哦 不能用遠距卷哦 所以啊 打完四星團體戰之後 有30分鐘 會再出現媽媽小魚 出現的色違機率 就跟社群日的時間一樣哦 還有當天記得拍5張的 Ghost Never Shot 有機會拍出色違的媽媽小魚 當天也會有一美金的 媽媽小魚社群日 特殊調查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購買 以及選秀會 可是會有媽媽小魚 以及媽媽鰻魚王的登場 別忘記囉 將你的XXL 小魚 XXL 猛魚王 登上你的炫秀會第一名 在社群日的活動獎勵 特殊交換三次 交換星沙 二分之一 孵化 四分之一 熏香 誘魔組 三小時 捕捉糖果 亮背 31級以上的訓練家 獲得XXL的糖果 機率也會加倍 You gotta give him that hawk to it 超級烈空座 將舉辦補償活動 就在今天7月12號 由Nighting宣布 因為6月29號 超級烈空座 精英團體戰 發生了 位於前一天24小時倒數 也沒有顯示 精英團體戰紅彈 捕捉色違 烈空座 無感等等 將在8月3號 日本當地時間下午的1點 到6點 再次舉辦超級烈空座 精英團體戰 近期呢 將會再公布 相關活動的內容 各位訓練家 一定要再次把握 捕捉色違烈空座的機會哦 雙帳號自動抓寶神器 Domone 3 Polo 專業版搭配矽膠帶 與新型無線充電盤 Type-C與無線雙充電充電模式 20公尺藍牙連接範圍 自動捕捕捉 自動旋轉補給站 輕鬆獲得新陳 XP 糖果 手機下載最新的Megacon App 最自由的語音 震動 燈光通知設置 支援軟體線上更新 與問題支援服務 充電器 4 6